亲爱的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在网络的时代 在我们的手机中 我常常留意什么呢? 我常常听什么? 我常常在追踪什么呢? 今天我们讲思想,诗篇第81篇 这一篇提醒我们 神发出呼召 圣愿我们来聆听 这一段的经文 是不断重复 圣愿你跟听的结果 首先一到四节 上帝期待我们起来说 我们向神大声欢呼 欢乐 赞美 弹琴歌唱 赞美我们的神 这是一到四节 而我们要赞美他五到七节 过去我们聆听上帝的结果 带来的祝福 他去攻击埃及帝的时候 在约瑟中间立此为证 我在那里听见我所不明白的言语 一方面是埃及地外邦的言语 二方面更是上帝的言语 因为第六节神说 我是你的兼得脱重担 得到真实的平安 你在极难中呼求 我就大救你 过去听从神 经历到极大上帝的拯救 八道十节又再次提到了 神期待我们聆听 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神 第八节 我的名呢 你当听 我要劝诫你 以色列亚圣愿 你可听我 在你当中不可有别的神 外邦的神你也不可下拜 我是耶华 你的神 神把你从埃及地领上来 你要大大张口 就是信靠神呼求神 我就给你充满 而第十一节 不听的刑罚呢 很可惜 十一节无奈 我的名不听我的声音 以色列全不理我 我便认识他们 心理刚硬 随自己的寂寞而行 十三节再次提到 圣愿听 圣愿我的名肯听从我 以色列肯吸引我的道 带来什么 祝福呢 十四到十六节听的祝福 我便速速制服他们的仇敌 攻击他们的敌人 恨耶华人 必投降百姓 永远长存 得到上好的麦子 跟蜂蜜 这一章不断强调 圣愿你听 圣愿你听 听就得到神的厚恩 拯救祝福反过来 不听就被神刑罚 跟责备 我们呼求神帮助我们 在这个混乱的时代 一个复杂的时代 网络时代 愿我们耳朵常常听见上帝的声音 更让我们起来追踪神的话语 追踪上帝的心意 那是最重要的声音 我们来祷告 祝福祝你帮助我们 很多时候我们追踪这世界的网红 追踪各种的音乐流行文化 祝福祝你帮助我们 起来追踪神的话 起来专心的寻求聆听明白神的知语 走在蒙福之路 谢谢主 祷告奉音苏的名 阿们